俄罗斯频频轰炸乌克兰 这对英国情报部门来说 已经只是表面上的挑战 更深层的听他们娓娓道来 相信中国的技术日渐崛起 近日透过卫星数字货币控制一起 先方国家为求防范未然提早做出警告 但这些警告并非凭空幻想 长征七号摇六运载火箭 将与先期已经运抵的天州五号货运飞船 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中国透过官媒大动作宣布 年底前渴望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计划 马上被英国情报部门分析 可能会作为攻击他国的卫星系统 只是中国压上人民未来 就为求布局扩张国际影响力 马上被中国严正不去 你提到的这些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中国发展金融科技是为了让中国人民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不针对谁更不构成威胁 中英两国呈现两造 但西方国家的抗中基调可见一斑 在新闻一段报道